好 各位優秀的同學 我們這個要上第二課啦 不知道第一課的最後一題有沒有給大家一些這個啟發 就是讓你知道說 喔原來這個程式啊 這個是這樣寫的 就是 不是說看到 不是說像背英文那樣子 就是看到一個 呃什麼事件啊 我就要用什麼處理 看到什麼事件就用什麼處理 而是像數學這樣子 有點像你手上的工具有限 那這個 呃怎麼樣把這些東西組合成我想要的東西 好 好那我們今天啊要教我們最重要的東西叫回圈啊 這個 這個首先啊在教回圈之前 我們要先教條件判斷式 這個條件判斷式 這個呃 就是 如果說我們 我們像 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做了一個數列 這個數列是不是說就是 呃 如果是基數我們就要相乘偶數 基數就要相加偶數就要相乘對不對 那這樣的條件判斷式啊 在R裡面我們就要知道他是怎麼做的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就是 呃這個條件判斷 最後他output一定是 觸跟force嘛 那觸跟force 上個禮拜我們是不是講他是 logical vector 可以嗎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產生 除了我們直接打觸跟force以外 我們要怎麼產生 在條件判斷式的語句裡面啊 他就只有這幾種而已 大於 大於等於 等於等於等於 驚嘆號等於 小於 小於等於 好 這個大於跟大於等於 這都非常好理解嘛 來等於等於啊 就是兩者相等的意思 那 驚嘆號等於就是不等於的意思 好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這裡是用等於等於 不是用等於啊 有沒有要回答的 誒 剛剛誰說等於用過的 誒 好講得非常好 等於用過啦 等於是把右邊的東西傳給左邊對不對 等於是上禮拜我們拿來負值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說 只要用過就不會再出現了 好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條件判斷出來 他答案會是什麼樣子 好我們一樣就是 像上次一樣我們就先開個這個視窗這樣出來 好我們 那這樣子 開來之後執行 好他回答有true嘛對不對 這個非常正常 那這樣子勒 他是先 加減 先 這樣他還是回答有true 2等於等於1加1這樣可以吧 所以1加1先算等於等於是最後做的喔 這樣這個規則可以接受嗎 你如果很擔心就是 會弄錯的話 還是可以給括號啦好不好 反正括號給的是絕對不會錯的 這樣子 好那 z跟b比起來哪一個比較大勒 好答案是z比較大 那 這邊就有個問題啦 這文字也可以比大小 欸如果說 那個上個禮拜你還記得我們講說文字啊 他的那個儲存格式是什麼 他的儲存格式64個bit嘛對不對 64個bit然後會 有這個對照表然後 他可以 會知道說我現在當前這個字是什麼 這樣可以吧 電腦就是在做這個 那這個連接 文字跟這個64個bit之間的這個關係就是 叫我們叫encoding 那這個encoding啊在不同的電腦或是什麼 欸或是覺得說Mac跟Windows啊 那就用完全不一樣的encoding 所以順序可能就會不一樣 這邊有沒有帶Mac的 唉呀這邊大家都用不起Mac啊 好好吧沒有關係啦 那Mac如果你是用Mac的話答案可能就會有點不一樣 英文字母大家排的順序差不多 但中文字就會差蠻多的 好 然後一整個項量可以一起用挑戰334 我們這邊來做一個練習啊 就是這個就是 在R元裡面這個 呃就是一起 能夠一起做這個 整個一起操作 這個就是R元比起計算機的優勢嘛對不對 首先我們先命令 x等於12345在右邊看到了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問x小1等於4 他就會回到處處處處force 好x大於等於2 他就會回到 forceforce處處處處 好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 就是應該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吧 這邊應該不可能有人不會嘛對不對 我們一開始都是這樣子的啦 好那接著我們可以用 and跟或這兩個符號 這個符號齁 大家如果打不出來的話 可以看一下你的鍵盤 你的enter的上面齁 有一個那個 就是左上到右下的斜線 還有那個上面一個那個兩個那個 屏的那個對不對 你打shift那個鍵就是你可以打出這個符號 可以嗎 這樣可以 有些人的鍵盤找不到的話 你自己看一下我們那個攻發鍵盤啦好不好 如果你是筆電的你在找一下你在哪裡 這樣好不好 就是那個符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打 我們打出這個符號的話 and的話就是 他要小於等於4 並且他要大於等於2 那這樣子的話你覺得 他會是 他的這個五個 true跟force的排列會是什麼 好 false force true force 對不對 可以接受齁 這應該不難理解 好 同樣的 如果是大於4 或者 小於等於2 那這個大概 就是完全反過來 這個也不難理解啦 對不對 可以接受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的 那 來 if跟else 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就要知道了 好我們現在把它寫在黑板上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會用條件判斷式了 這條件判斷式不用我特別教你 大概也看得出來 對吧 好現在我們要 又要來寫個標準的 形式啦 我們也把這個當作一個函數好了 if 小括號 接著大括號 大括號裡面這裡放你要執行的程式 接著 else 大括號 好在這裡 就會放你要執行的程式 注意我們第一次遇到大括號對不對 在這樣禮拜我們遇到小括號是函數 可以嗎 大括號是 中括號是索引 大括號就是我要把一大堆程式碼放在一起執行 那我就用大括號把它括號住 這樣可以嗎 小括號是函數 所以這其實 if 這是一個函數 這樣可以嗎 這是一個if函數 可以齁 可以接受齁 好這個 if函數啊 if else的意思就是 如果滿足什麼條件 我就要執行這一堆 else我就要執行這一堆 那這個 這裡可以不只有一行齁 你用大括號的好處就是它不只有一行 這樣知道吧 它可以有很多行 好那這裡只能夠放一個 這個true跟force的值 最後判斷出來就是一個 true or force true or force就一個喔 如果同時放多個回發安裝4 等一下我們可以試試看好不好 多個它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使用一下 if z大於b 那x就等於2 else x乃5 那if z大於b 這個 好這個我是故意的啦 好不好這個 大家可以隨便 隨便換點字都沒有關係 好我現在 這樣子執行完之後 x乘y等於8 所以你就知道 欸 它其實在這裡 x是 它執行的這一行 對吧 然後在這裡 它執行的這一行 好這是我故意設計 讓你們看清楚 就是說 欸它執行的哪一個部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已經知道 一個 一整個向量 可以一起 就是可以一起用條件判斷式 但是這個if 其實是沒有辦法包 一堆 一堆 就是一堆 true跟false的 我們現在來做一下 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 好不好 舉例來說像 我們的x 小於4 跟x大於2 我們把它放在if裡面 if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 呃 呃 x等於1 1 else 呃 呃 y好了 y等於2 y等於1 然後我們x一樣1到5再一次 好 x1到5 然後我們執行這一行 它是不是告訴我說 誒 警告 它只能用第一個元素 如果你全部放的話 它就只能夠1了 所以y等於2 因為y不在這 第一個數不在這個條件內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if這個函數 我是沒有辦法 用多個的喔 好 那我沒有辦法用多個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要做一些 多個一起做的事情的時候 舉例來說 我現在想要把 滿足 這個條件的x 通通都把它桿-1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 學到了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所應函數裡面 是可以放true跟false的 我們再看一次 x 這個是 這個是false-false true-true-false 所以true的部分 我們來把它用所應函數來看看 x 好這樣子 它是不是告訴我們3跟4 這樣可以嗎 這是第三個數跟第四個數 最特別的地方是 這樣子啊 我們是不是說所應函數 可以拿來負值 好我們看-1 我們執行完這一行之後 你看x 它是不是這兩個 滿足條件的數 就被我改成了 這個-1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喔 就是我們現在 教條件判斷的時候 除了這個就是 呃 除了就是 if-else的這個 連續用法之外 還要知道我們現在 所應函數 又可以用true跟false來做 來使用喔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再回顧一下 從上節課到這節課 我們總共教了多少 非常重要的觀念 好了 第一 我們就是教了某些 核心函數組嘛 那不多 大概就是c啊 然後什麼levels啊 faxxx啊 或者是lens啊 之類的東西對不對 大概沒幾個 然後啊 小括號是函數 中括號是所應 大括號是 現在我們已經講了 大括號是一堆 就是我要執行的程式 然後那個 if函數 然後跟條件判斷 我們現在大概就只教這些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沒有很多喔 所以說 等一下我們面對練習題的時候 就是 面對練習題的時候 你應該 不會覺得很困難啊 好不好 來 現在啊我們要 這個 A就是 一個 邏輯相量 邏輯相量 可以怎麼產生呢 你可以用條件判斷式 大量產生邏輯相量嗎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條件判斷式大量產生邏輯相量 這個做得到 那我們再交個新的函數 就是要匯取 匯取這個函數啊 可以告訴我們 這一串邏輯相量裡面 他的 true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現在打了這個 A 這個邏輯相量 是不是 true的地方在1跟4 這樣可以接受嗎 匯取這個函數 他可以告訴我 欸 他的地方在哪裡 所以啊 現在這邊有一大串 X對吧 請你這樣複製上來 複製上來之後 請你告訴我 不是整數的位置在哪裡 好這應該不會很難喔 你們可以試一下啦 好不好 就是 不是整數的地方喔 欸 拜託不要一個個數啦 好不好 我故意設計的那麼多 就是 就是想要讓你眼花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把這個 螢幕還給你們 好啦 這個 沒有做出來的人 大部分就是 呃 第一個就是 他可能不知道要怎麼做整數判斷 對不對 我大概看了一下 有很少部分的人 他其實是可能不太知道說 怎麼做整數判斷 那怎麼做整數判斷呢 這個 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 我們 我剛剛有提示用%%嗎 %%1的話 我們 我們寫程式的時候 有些人習慣齁 把 整套寫好之後 然後一起寫進去 那這樣子的話 寫程式通常會錯啊 因為你中間 你可能不知道哪個邏輯會錯 我來教大家寫程式的方法 我現在已經知道 X%%1 這個東西 很有可能是 我想要的東西 對吧 那我 我不要整串寫完 我再來 看我全部的答案 是不是對的 我們在這一行 我光寫出這樣的時候 我就按RUN 看看答案 看看這個東西 Output是什麼 好 欸我發現 它的Output是 一堆0 欸有0.3 對吧看到了吧 0.7 這很明顯嘛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 True跟Force 那如果我要讓這個東西 變成True跟Force的話 我是不是至少要問他 是不是 等於等於0 等於等於0 就是整數嘛 對吧 好 那就很多地方是True 好不過當然啦 我們今天要的是 不等於0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裡要加個 經常號 這樣可以嗎 這就是 不等於0的地方 好那這樣就是一堆 True跟Force的向量了嘛 對吧 這是一堆數跟Force的向量 好像我們就可以用Witch那個函數了 對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欸我們這個把這個東西 把它 再用Witch把它包起來 欸是不是就出現了 8 13 172 21 294 好那剛剛我們有個進階的問題啦 就是說如果說 我想要知道這幾個數字是什麼 我是不是把它當作索引 然後再把X 再看一下 欸我是不是就知道是這幾個數字出問題了 對不對 並且剛剛我不是有說 其實索引裡面不見得要用 就是 數字 索引裡面也可以用True跟Force 所以我可以把Witch刪掉 對吧 好 一樣可以看到一模一樣的數字 對吧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剛Witch這裡 除了 X%%1 然後 不坦於0的地方以外 還有什麼方法咧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X啊 如果強迫它 變成整數 我強迫它變成整數 它如果 跟本來 我強迫它變成整數之後 它如果跟本來 完全一樣 那就說明什麼事情 它沒有被無條件捨去對吧 這樣可以 它沒有被無條件捨去喔 那 所以如果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也是 它有被無條件捨去 那同樣這個東西 我用Witch把它包起來 它就告訴我一模一樣的答案了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這邊 這邊再跟大家講一個 就是今天學到了這裡以後 我們大部分 就是 我們現在應該步調 大家可能不會覺得太快 好不好 對大部分人來講 還算可以接受 我們再額外交個東西 就是A 這個東西假設是 True True Folse 好 A這個東西啊 如果我給它 驚嘆號A 這樣子 就是驚嘆號這個東西 它就是把所有的True跟Folse 反過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跟驚嘆號等於 類似的概念 這樣可以喔 驚嘆號這個東西 可以把後面那個邏輯向量 邏輯值 全部的東西都反過來 這樣可以喔 好 好那我們現在啊 開始要交回圈啦 我們現在交了 if else 又交了這個 上個禮拜交了鎖影 並且大家練習了怎麼樣 用鎖影 把 把用一個變數 把那個鎖影中 重複的東西把它抽出來 對吧 那我們現在啊 就要來試著做回圈啦 這個 就是上個禮拜 大家嫌這個 很麻煩 要複製很多行 現在我們就來解決 好這個 費波納奇數列 就是起始值為11 那接著 之後所有的這個 呃 值都是前兩個數相加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如果寫成 鎖影形式的話 是不是就寫成這樣 起始值為11 接著 第三個數 等於第二個數加第一個數 第四個數等於第三個數加第二個數 X112358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不過這樣子 如果想要知道第100個數 我是不是要打100行 好是不是很累 好所以 有什麼比較快的方法呢 是不是 我們可以把 要複製的時候 我們如果改這個形式 它是不是只需要 改i的這個數字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這個我們上禮拜有 demo過了嗎 對吧 可以嗎 到這邊為止 看不懂的人有沒有 有沒有人看不懂 看不懂 如果不好意思舉手 沒有關係 那等下練習的時候 那個助教 會跑來跑去的 對不對 你可以小小聲的 這個 說海倫姐姐 可不可以幫我一下 蛤 不能叫你海倫姐姐嗎 不能 人家都18歲而已 蛤 這才18歲可以叫你海倫姐姐 好不好可以啦 好那這個 這個 大家都知道 這個 i這個東西 我們如果把東西 抓出來的話 這個 這個 我們這樣複製一行 我們如果想要看 再多一位數 我們只要這樣子 就可以了對吧 這樣是不是快很多 這個我們上禮拜 就demo過了對不對 好OK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回圈要怎麼做 回圈的關鍵就是 我要告訴R元 這一串 我要執行很多次 從3執行到7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從3執行到7 好 回圈這樣寫的 首先 我要先告訴 我要先 產生一個向量 這個向量 這個向量叫indexes 這個indexes 我先指定它是3到20 3冒號20 3冒號20 就是一個 一個向量 然後它從 34567到20 這樣可以吧 好那顯然我就要請 阿語言 告訴阿語言說 請這個I啊 請follow這一個 indexes 從 3執行到20 這樣可以嗎 這個我這個indexes 就是要拿來做這件事了嗎 好了我們看回圈怎麼做喔 來 我們不要看下面 不要用貼的 我來帶大家寫 4 4這個含 4小括號大括號 是不是很像if 小括號大括號的感覺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for也是一個函數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函數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大括號裡面阿 就是要放執行的程式 大括號是放執行的程式嘛 對不對 我剛剛有講過了嘛 那所以說 這一行看起來 就像執行的程式對吧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大括號裡面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的小括號要填什麼呢 我們小括號要告訴它 i i是我們的會變動的那個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i in 這 in這個東西阿 這個東西是不能改的 i 你左邊 in的左邊 要放這個 要放那個就是 要變動的那個變數 這樣可以吧 那in的右邊呢 就是要放下indexes 好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來 我們全部執行次 我們來看看喔 我們現在變成只執行這幾行 執行 好看到了嗎 費波那提數列的第20個數 我們是不是就求出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當然啦 如果你這個indexes在這裡 你是要外面把它命理 你要把這個3到20把它放到這裡 當然也是可以的 好這樣可以吧 只是說為了 讓大家早期好理解 我們把它抽出來讓大家看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 所以說 回圈就是這麼的簡單 這樣可以嗎 好就是這麼簡單阿 好那 那回圈的這個運行流程阿 實際上就是 I等於3的時候執行次 I等於4的時候執行次 一直到I等於20的時候執行次 這個大概沒有什麼太大的困難吧 我們剛剛學那個索引 從 索引的這個連續組合到回圈 這部分我們已經強調非常多次了 大家應該不至於會有困難阿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把indexes放進去 這樣可以吧 完全相同的結果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回圈阿 我們最後再教一個 就要準備要練習題阿 這回圈之中的變數 不見得 必須是數字 我們來看一下 student 這邊有三個人 小滑小明小王 他們的分數分別了 一百八十七十 我們現在想要做一個 合併列印的這個功能 就是我們希望 4 I 因 1到3 所以studentI 是不是第一個student 這樣可以接受嗎 scoreI 是不是第一個score 所以我現在在做什麼事 事實上我就是想要把 小滑的考試成績為一百分 小明的考試成績為八十分 小王的考試成績為七十分 把它全部都print出來 對吧 我們需要用到cat這個函數 cat這個函數之後 我們偶爾會用到 當我們需要給 打出文字的時候 就會用到cat這個函數 cat這個函數 裡面 給它文字 123 它就會給我回答123 123 空格 所以cat可以把不同的文字組合在一起 然後把它print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cat這個函數就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全部執行 它就會回答我 小滑的考試成績為一百分 小明八十 小王七十 最後這個符號 是enter的符號 在阿圓裡面 這是一個enter的符號 enter 我們沒有辦法 enter 在阿圓裡面 如果你不給它一個特殊符號 你打到enter 他就執行 對不對 所以我需要給他一個特殊的符號 這個斜線N 這個斜線就是剛剛那個 或那個符號下面那個符號 這樣可以嗎 左上 到右下斜線喔 那個跟 右上左下斜線不一樣 好不好 好練習題 NDNC速列 好不好 這個 NDNC是我隨便取的 好不好 我就想叫NDNC速列 這個 基數相加 偶數相乘 結合上個禮拜 的這個 上個禮拜 我們學會了怎麼樣做這個 基數相加偶數相乘的這個 回圈 再加上條件判斷式 再加上 回圈 現在請你 寫出一個 就是回圈 把這一串把它滿足完 好不好 就這個樣子 好我們來讓大家練習一下 大家如果要解這題的話 這個 我們首先阿 我們要知道 這個 我們把它複製下來 好這是我們的 這個 標準的語法嘛 對不對 然後阿 我們首先 先把 I等於 3 把它桿這樣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可以接受 可以嗎 好類似這樣子 那這裡呢 這裡就要相乘嘛 對吧 4的時候 就要相乘 然後這樣我這兩行可以一起複製對吧 可以接受嗎 5 6 好這個是我們的基本 基本邏輯嘛 對不對 我要寫回圈的時候 首先請你先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這樣 這個就是 有重複性的語法 對不對 好然後再加上 我們剛剛已經學回圈了嘛 對不對 回圈的基本結構 4 小括號 大括號 對吧可以接受嗎 然後 小括號裡面 先寫印下去好不好 然後 左邊寫 會跟著動的變數 在這裡是不是I 右邊寫 從多少執行到多少 我們從3執行到10好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接著在下面這裡 在下面這裡 我們要放什麼勒 我們顯然就是要放 這一行跟這一行嘛 對不對 什麼時候執行上面 什麼時候執行下面 什麼時候執行下面 極數跟偶數的判斷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if 小括號 大括號 else 大括號 這是不是if else的基本結構 把某一行 放到這裡 某一行放到這裡 好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我的大括號在打的時候 都會給他一個Enter 這樣會比較好看 很多人 我看很多人的大括號打的時候都 就是 都 不是寫成我這個格式的 大家可以學習我這個格式 會看起來比較好看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那 if裡面要放什麼 要判斷的是什麼 要判斷什麼東西是基數 是I是不是基數 對不對 所以這裡是判斷I 是基數 這樣可以嗎 好 那當然I是基數怎麼樣 可能再請你想一下好不好 我們今天一系列的課程都在探討這個問題 好 所以其實你的整個程式碼 大概就會長這個樣子嘛 對不對 我們based on這個繼續下去好不好 有沒有人要拍的 好沒有 那我們就切畫面囉 好 好 那我們這個 呃 回圈啊 回圈它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於這個 它大量且快速的運算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 阿元裡面學到了 我們現在要來學一個 最特別的東西 叫雙層回圈 或者多層次回圈 好我們要做 我們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找直數 來直數怎麼找 直數怎麼找 我們可不可以請大家 大概想一下那個流程 首先我們先找基礎直數是2嘛 對不對 最小的直數是2 接下來我們要判斷3 是不是直數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確定 來判斷 它會不會被前面的直數整除 對吧 所以在判斷3的時候 我就要判斷 喔它要跟2比 在判斷4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跟2和3比 結果4不是嘛 對不對 在判斷5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判斷2跟3 然後它4 結果判斷6的時候 是不是2 3 5都要判斷 好 一時類推 這樣可以吧 所以阿 我們的回圈就必須 是雙層的回圈 為什麼咧 在最外面 我需要從1檢查到100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是1到100阿 1我們不看阿 2檢查到100 可是對於2到100來講 它並不是 它下面還有一個回圈 檢查到它為止 後面的不檢查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後面的不檢查嗎 所以這是不是一個雙層回圈 好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這件事情阿 我現在乍聽之下 是非常難想的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好 x等於2到6 x等於2到6 就是我現在要只檢查2到6 我現在只檢查2到6 然後接著 這個 answer x 等於 repeat true 5 次 repeat 這又是一個新的函數 這個新的函數是 repeat true 5 次 代表它就是有 5 個 true 所以如果我要 repeat true 100 次 那這個 answer x 它就是 100 個 true 這樣可以接受嗎? repeat true 5 次 這個為什麼我現在要出現一個 x 跟一個 answer x 呢 主要是等一下我希望 把 x 跟 answer x 把它組合起來 變成一個縮影值 因為我的 answer x 現在是 5 變成一個縮影值 這個 answer x 如果我發現它不是直數了 我就把這個 answer x 裡面的 true 跟 force 把它改掉 改成 force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來試一下看一下我們在做什麼 首先 我們把這邊全部複製下來好了 這邊是我們完整的程序 我要先對 3 進行檢測 我怎麼檢測呢? x 的第二個數 它 % % x 第一個數 它是不是等於 0 等於 0 代表整除對吧? 可以接受嗎? 這樣代表整除 如果是的話 anther x 的第二個 就把它改成 force 所以這個 answer x 是哪裡幹嘛的? 就是如果我發現它整除了 我就把它的 true 改成 forc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我發現它整除了 我就把它的 true 改成 force 那改成 force 會發生什麼事情? 改成 force 的話 是不是等一下我用索引函數的時候 就不會顯示它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我們先全部執行一次 給大家看一下結果 好 2 3 5 這是不是都是直數 好 那我們再來一行行看 首先先對 3 進行檢測 3 是不是第二個數 3 是不是 x 的第二個數 x 的第二個數 只要對 x 的第一個數做檢查就好了 這樣可以吧 那 4 是不是第二個數 第三個數 第三個數只要對第一個數跟第二個數做檢查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接下來第五個數 第五這個數是不是第四個數 我只要對第一第二第三個數做檢查 所以啊 隨著後面越來越多 這裡的行數是不是越來越多 所以我有沒有辦法很簡單的 把它包成一個回圈這樣子 一個回圈 因為它的行數不一樣多 所以我沒有辦法外面包一個大回圈 這樣可以接受嗎? 不過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裡是循環的對吧? 這裡是不是 只有 1 2 3 4 在動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裡只有 1 2 3 4 在動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所以我這裡可不可以包成一個回圈 可以齁 那怎麼包? 怎麼包? 我們要看後面嗎? 我們在看後面之前 我們首先啊 先把 哎呀 這個東西把它 弄出來 哎得二 我們要怎麼弄到這裡 來看這裡 哎得二 然後把這東西換掉 把跟 i 有關的東西換出來 好 接著 i 等於三 跟 i 有關的東西把它弄出來 後面的我就不改了 我直接用貼的 這樣可以嗎? 這樣我是不是已經把某一些東西把它拉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是這個 會變動的這個 對不對? 會變動的這個 我們再用 j 這個數字來拉 好不好? j 這個變數來拉 好 j 等於1 好這邊是不是 i 等於2 j 等於1 然後我執行這一行 i 等於2 3j 等於1 執行這一行 i 等於2再執行這一行 這個時候 i 等於3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子 這一行是不是 就是完全一致了 在任何一個單獨的這一行 它都是完全一致的 只是 在執行這一行的時候 有不同的 i 跟 j 的組合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齁 可以接受 OK 可以接受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 5 6這裡 我要怎麼省略這裡 我是不是 這一行要執行 它是 j 是不是從 1 執行到 4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這裡可不可以把它換成 4 j 贏 1到 4 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把它 把這一行把它放進來 這樣我是不是就 這樣我是不是這裡就可以刪掉了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好那在這裡我要怎麼省略 4 4 j 贏 1到 3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大括號 一樣把這一行放上來 好 依此類推這樣可以嗎? 依此類推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弄成 依此類推 好我們再往我們往後看 我們用我們自己用自己的步調好了 好不好來 依此類推在這裡我是不是也可以 4 4 j 贏 1到 2 這一行 好4 j 贏 1到 1 好 那你全部整理成這樣之後啊 你又發現什麼事情 這裡是不是又有一些規律了 這個是不是存在一些規律 這裡唯一有在動的東西是什麼? 只有這個數在動對不對? 只有這個數在動對不對? 那這個數是跟什麼有關的? i 對不對? i-1對吧? 所以我又可以把這裡換成 i-1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裡換成i-1 那我是不是全部這裡都可以換i-1 全部都換i-1之後你發生什麼事 哇靠這裡重複了 所以我是不是外面可以寫一個i的回圈 4 i 以它從多少開始? 2到5 這樣可以接受吧 2到5 然後把這一串重複的把它放到這裡 好雙層回圈就是這麼做的 這樣可以嗎? 我們重新執行次好不好? 欸?是不是235 喔那這下厲害啦 因為用回圈我們現在就是要測試 測試到100以前的指數好不好 好來 2到100 那這個5我們要改多少? 99 可以接受嗎? 我們來全部執行一次好不好 喔喔喔對不對不好意思 全部執行完之後你會發現 欸這個有問題 為什麼?因為這裡還沒改 這東西不是2到5嘛對不對 這東西2到多少? 應該是99對不對 從第二個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總共99個數嘛對不對 那這個 這邊2到99我們執行 欸有沒有 有沒有漏的?來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少直數? 這裡有沒有不是直數的?或是 少掉哪一個直數?應該是沒有啦好不好 好還有一個 最重要的事情是 除了這樣子以外 這個99是不是又可以把它改成 lamps x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 這個lampsx你改了之後 那這個x是不是也可以 99也可以改到這裡來 好所以 我現在是不是只要改這個100這個數 我這個函數 全部都 全部的執行就可以了 我這邊100 把它改200 它是不是就是200以下的指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喔你 有沒有注意到我的函數怎麼寫的? 首先我先很 一行一行全部寫出來 我一行一行全部寫出來 試著去找它的規律 慢慢一點點的把它的規律做解析 最後你看 我甚至寫出了一個 一大串語法 其實也沒有很多行嘛 對不對? 也不過就是10行嘛 這10行我只要改一個數 我就可以把所有的直數都找到了 這樣可以嗎? 某個數以下的直數都找到了 這樣可以齁 好 好 所以啊 這個 好 這個 一路這樣下來 其實我們最後組合成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們把這邊 最後我們 這裡 喔maxx這裡 這裡我把它 我把它做了一個就是 做了一個這個 就是代入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啊 已經這個 回圈的這個組合啊 你應該會覺得非常厲害啊 對不對 我們來做一下練習題 好 這個練習題就是 欸 剛剛的那個做法 有什麼問題 欸剛剛 我們在檢查5的時候 是不是4也檢查了 我們在檢查5是不是個直數的時候 我們也檢查了4 這是有問題的啊 4應該不需要檢查啊 所以如果啊 你現在 來我們把這個 100 200改成 200 200 你是不是會發現 欸 是不是他在執行 那只是他還沒執行完喔 大家看他還沒執行完喔 所以他是不是要執行很久 執行很久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有一些步驟可省略又不省略 我們應該只需要檢查直數嘛 對不對 甚至我們還不只需要檢查直數喔 我們還可以對他先開根號 檢查比根號 等那個比 比 假如說我們要檢查100這個數字 好了 是不是其實只要檢查10以前的直數就好了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這邊大家可以接受吧 好我現在把它關掉了 所以這樣子就會省掉很多事啊 所以我們 現在請你啊 節省一些步驟 然後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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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層迴圈一樣寫出來 好不好 那同樣的如果你覺得很困難的話 請你不要直接用這個雙層迴圈改 請你從前面一步一步寫出來 好不好 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開始 好不好 一步一步寫出去 寫到這裡來 OK 好那我們開始練習 這個 就是 我們現在要怎麼跳過這件事我沒有講 對不對 跳過這件事我沒有講 跳過的方法其實是 我可以用break這個函數 就是如果我發現它不是了 我就可以break break這個函數啊 可以強迫當前的迴圈停止 如果我檢查到某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不做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光把這個break 把它放到這裡來 就如果發生了 這件事情之後 如果發生了以後 那它就不 我就不需要檢查後面的數了嗎 我把它break 我光這樣子啊 我的時間就會節省非常多 我本來 我本來這個 我就檢查到1000好了 好現在這樣子檢查 1000太快了 我們檢查到5000好了 好12 大概2秒嘛對不對 可以 這個有break大概2秒就結束了對不對 好如果沒有break的話 好顯然超過2秒這樣可以吧 好那要怎麼換算時間呢 算時間我們可以利用 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算時間 來最開始的時候我們來設定其實時間 System的Time這個東西是一個函數 它可以知道我現在的系統時間是多少 這樣可以嗎 我把它先變成T0 T0就是我先把它儲存起來 儲存起來之後 我在全部執行完之後 我再去執行System 碳減掉T0 現在 這是以前的系統時間 這是現在的系統時間 減掉它 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算出這一串程式碼 我到底執行了多久 我執行了3秒 如果我給它一個break呢 就只要0.45秒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快非常多 請你再試著 嘗試省略一些步驟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一題 如果說我要做的話 我應該怎麼做啦 好不好 我們 我們 到這裡為止 速度已經非常快了 我們如果還要更進一步的話 就是我們想要 只檢查 比根號N還要小的 直數 現在是所有都檢查嘛 對不對 好那我要怎麼做咧 我現在如果從這裡開始 呃 能有這個能力的人非常稀少啦 好不好 所以啊我必須從這裡開始 好我覺得從這裡開始是 至少要從 至少也要從這裡開始啊 好不好 好我們就 我們貼在中間好了 這樣我們 前面就不要 我們至少是從這裡開始 好這個 呃 2到6然後repeat的5次 然後從這樣下去 這樣從這裡開始 好 你發生什麼事 就是 如果啊 如果這個呃 如果這個呃 我們是不是可以寫在這裡 好 呃 我們只檢查 5比5 5的話我們就只檢查 比 5的話我們就 呃 6 這個 如果是5 6的話我們是不是就 只檢查2以下的 直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要怎麼 check 我們要怎麼 做這件事 我們是不是要對它開根號 那對 i 等於5要對它開根號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 是不是 x的 第i個數 我們要對它開根號 我們對它開了根號以後 我們執行到這裡 對它開了根號以後 它是不是2.44 2.44 但是比它要 還要是個整數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 使用 as integer 強迫它 四捨無入 不是 不是四捨無入喔 強迫它無條件捨去 好不好 因為我們只要檢查這個以下的 直數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東西 改成 這個叫 check check n 類似這種 類似這種東西 把這個變數弄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 不需要執行那麼久 我們只需要 比執行到這裡 比這個 比這個小的直數 這樣就可以了對不對 那所以啊 我的 我本來是要 執行 我本來是要執行這個 我本來是要執行 下面三行 我是不是下面三行 都不用執行了 我是不是只要執行到這裡 那我是執行到哪裡勒 我本來是 我先把本來寫上來 我本來是 4j in 1到4 1到4 然後這個4啊 是 i-1 本來是執行到 i-1 對不對 現在我是不是 只要執行到 CheckN這樣就好了 實際上是CheckN-1 不是CheckN 為什麼呢 因為CheckN是找出 CheckN是找出這個2 那2其實是第一個直數嗎 這樣可以接錯嗎 2其實是第一個直數 所以我只要找 但是我找多少一個無所謂 我這邊寫CheckN 好不好 我只要解除 寫到CheckN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話 我們速度就會快非常多了 我們如果你知道 這裡只要多這樣兩行 就會快非常多的話 我們重新來看一下 這裡 我們剛剛是不是寫到這裡 再開一個語法 我們剛剛是不是寫到這裡 然後 看起來是會快非常多 那我們現在知道 我們必須在回圈裡面 我們覺得 在每一次i結束之後 我就要去確定一下 它的CheckN是多少 然後把這個i-1 改成 CheckN 光這樣就會快非常多了 我們再試一下 本來是0.46秒 對不對 現在剩下0.03秒了 好 這對找大直數來講 這都非常重要的事喔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 只檢查 我們是檢查 CheckN下面所有的數 是不是還可以只檢查直數 那直數有什麼特性 直數已經剛被我找到的 直數有什麼特性 就是Answer Xi 來 Answer X 必須等於 就是Answer X 必須在那個數字上面 是等於True的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啊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發現 If Answer X 這個Answer X 它如果 等於True 我們才需要進行檢查 對不對 不然的話我們是不檢查的 所以我們還可以把這裡再放上來 來 我們再試一次 欸靠還要比較久 好啦不過這個 每一次跑它的時間會不太一樣 這個 跟我當下的這個 就是運算時間 運 跟我當下電腦的這個運算資源是有關係的 好不好 因為這個已經非常非常 minor了 好所以大家大概知道說 我要怎麼樣去做雙層回圈嘛 對不對 這個 這個題目就是給一個很好的demo而已啦 好不好 好我們今天上課就是要到這裡啦 大家可以 如果還有時間可以留下來再複習一下 因為我看並不是所有同學都會 但是這個 呃 我們這個 今天 主要要交的就是if else 還有for回圈 這兩個最重要的功能 好不好 for回圈最重要的是它還有雙層回圈 回圈裡面有回圈 那我們 下個禮拜一早上八點 就要上課了 好不好 我們下個禮拜有兩節課要上 這是為了補那個 總統來釋導的這個課嘛 好不好 那就這個樣子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好看 謝謝 5 8 8 4 5 8 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